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新角色吗 就是知道你在香港迪士尼里面 有一个设施里面有一个角色 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一次我的角色叫林乐施 她是在迪士尼的明热世界 神顿局科技馆里面的一个总工程师 她主要是监督神顿局在亚洲的工作 她也参与很多神顿局他们研发的一些防卫协备 像这一次在这个游戏里面 她跟史达工业他们合作一起研发了 一个叫脉冲枪 一个是唾击战车 这些都会在游戏里面出现的 大家会有机会去用到一些限定 那你这个角色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对白 或者是因为很多人知道 漫威里面有很多特异的功能 那你的角色也会有这些吗 特异功能就没有 我也想有 希望这个人物会变 未来会变到有特异功能 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她主要的 林乐施是她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主要是给指示 因为这个游戏里面实实是Hydra 主头蛇在攻击我们 要拿我们的资料 那我们要保护所有资料 所以以下跟王妇女就要跟他们去对抗 然后不行 就需要所有宾客来的人 玩这个游戏 就帮他们去一起对抗他们 所以我就在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要跟现场 黄蜂女跟她们去沟通 然后就同时跟宾客给他们指示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所以跟他们 一定要来的宾客 一定要不停的留意着我跟他们讲的那一句话 那你们小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当上那个女英雄呢 小时候没可能 像这种英雄演戏了之后 看了Marvel的戏之后 会很想有机会去演一个这样的角色 那从小当然没想过 那演戏之后 香港也没有这样的特技 那个年代做不到 那现在已经好很多 其实香港现在进步了很多 我希望香港有机会在电影 或者电视上有成为冷军 那你说刚刚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角色吗 你刚刚见到的时候 宋经理会演这个角色 你觉得当初 为何会找你去演这个角色呢 我觉得应该是 看了很多我 演播的一些女强人角色 因为我知道我们工作人员里面 他们有一个是亚洲 亚洲的一个方星 她是有看过我的戏 所以她知道 我这个人演这种角色 演过很多次 就是比较强的一些女性 所以她需要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个样子 这个感觉 跟她知道 因为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也要讲文化、英文 所以她也知道 我都ok了 所以 找我 对对对对 大家觉得你不单是一个 女强人演过很多角色 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 现实中你也是一个学霸 那 好 嗯 感谢观看